全堂诗 卷14782 鱼竿吕舍 刘长青 瑶落木天炯 清风霜夜夕 孤城向水壁 独鸟被人飞 渡口月初上 邻家余未归 湘心正欲绝 何处倒寒衣 夜落草枯 暮色中天显得轻旷优越 原先茂密的清风 现在双叶熙熙落落 一座孤城 面向河水的城门已经关闭 唯有的一只孤零零的鸟 也向相反方向飞去 水边的渡口 一弯新月 刚刚冉冉升起 邻居家的渔夫 至今还没有谣传而回 怀乡愁思的寝息 肝蝉都要脆断 从什么地方又传来了振振导衣的声音 鱼肝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西省上饶市所属的鱼的县 此时是刘长青在唐宿宗上远二年 从岭南潘州南巴贬索 北归时突经鱼肝所坐 诗人寄予鱼肝旅舍 矗立门外 看到秋风萧瑟 草木遥落 木色渐深 城门紧闭 不禁生发思乡之情 创作此诗 遥落木天酒 清风霜夜夕